直播8月15日是北京时间,8月16日2点45分,欧洲超级杯的比赛中将上演马德里德比,赛前黄马鞭后为马赛洛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关于在欧超杯上演同种德比,马赛洛,很荣幸我们能和马德里竞技。 会是欧洲超级杯,当然了,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,关于于游文的转会传闻,马赛洛,现在我跟注于这场欧超杯,目前我只会谈论与之相关的事情,关于同城对手马进,马赛洛,每场比赛都是不同的,他们非常强大,当然我们的实力也不是盖的,最好会发生什么都还很难说,拭目以待吧。 关于黄马近几年成就的评价,马赛洛,球队上是一直保持着天使的工作态度,并且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,黄马是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。 关于球队小将维尼修斯,马赛洛,维尼修斯还是一名非常年轻的球员,他在国际冠军杯的表现也不错,目前他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耐心,在未来的比赛场上竭尽所能,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,错觉。